爾軍還是持續朝辛基夫卡這個小村子施加壓力 那我們從戰術的態勢上面看 就是西部軍區他現在在幫中部軍區 看起來就很明顯中部軍區是一個主攻的方向 那西部軍區負責中部軍區的側翼 那這邊的情況其實對烏龐比較不利 因為除了村子以外 因為從辛基夫卡過到庫比昂斯克這中間幾乎沒有陣地可以防禦 所以烏龐其實也是很緊張 所以他們現在也從南邊調了一個旅到庫比昂斯克這邊來幫 而且這是一個北約旅 一個沒有坦克營的機械化旅 那41旅啦 那因為一個正常北約旅就是一個機械化旅裡面會有三個裝甲營 就是裝甲車載 集結化部兵營 那另外會有一個坦克營 那其實到後期北約的援助就是根本沒有到位 就不像宣傳上面講的北約四百輛戰車 美國很齊心全力的去支援 其實還是有戰車沒到位 所以就會有這種機械化旅 但是是沒有戰車旅 那像這個旅就被丟來這邊支援 那這樣子即便他是受北約訓練的機械化旅 但他如果沒有戰甲車的話 那他就是步兵啊 就缺裝 有一天會到啦 那萬一到的時候就剛好在那個位置 那他現在被拉上前線他能發揮什麼戰力啊 就是步兵 就是步兵 但是他有車子 就機械化步兵 就是比一般步兵可能會好一點 所以他還有步兵戰車 他還有裝甲運兵車 就這樣 因為他缺了他的火力單元 因為火力單元 其實烏克蘭戰爭打到現在 其實他大部分他的戰爭動力 其實並不是烏克蘭自己本身 但他的戰爭動力就取決於北約跟美國 能夠給烏克蘭多少的武器 那你只要斷掉了 其實戰爭動力就停了 所以老師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講到說 在克爾米娜那一線應該算是 目前打的最激烈的主攻的方向 那所以這個在他的北側 他就是一個 可能是把庫比揚斯克這邊的烏克蘭手軍 黏住的概念 就是撤翼因為避免 避免主攻方向在進行任何 戰術機動的時候 他側面受到干擾 因為這 對用兵來說很重要 就是保護撤翼一定是第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們如果還記得的話 就是去年10月的巴拉基亞一路撤退 巴拉基亞其實就是當時的撤翼 但是就是沒有保護好撤翼就 變成說他一崩潰了 所有的部隊都要跟著往後撤 所以撤翼也很重要 那如果這邊庫比揚斯克 如果烏克蘭在中央軍區往前推進的時候 他從庫比揚斯克這邊一路繞後面到斯瓦托沃 那你中央軍區就不能推進了 那你側翼會直接威脅到你的後方 所以這是一般的就是我們在規劃 戰術機動上面我們要去考慮的東西 所以當你決定有這麼大一支部隊往前突進的時候 你的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受到良好的保護 那這邊就是整個中央軍區的右翼 所以看得出來西部軍區正在向庫比揚斯克這邊施壓 他打不打庫比揚斯克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他必須要針對庫比揚斯克這個方向施壓壓力 他這邊的焦火的激烈程度大概到什麼程度 就炮擊而已 目前沒有很激烈 但是他有一條河 所以他炮擊的話控制後面這個 因為我們每天看到我們每天收到戰報都是 這邊的幾個小村子一直在受到西部軍區 從這邊高地上打過來的火力控制 那戰鬥目前大概也僅值於是 因為我們知道西部軍區他們現在奉行的戰術原則 就是不打接觸戰 為什麼 避免人員傷亡 過多的人力傷亡 因為還沒有到主要衝突的階段 你製造太多人員傷亡 就是很難交代 所以目前我們看到都是 偵察部隊的就是在前沿陣地的滲透跟偵察是必然會做的 但是大部隊的交鋒還沒有 不像我們接下來要看到中央軍區的 但是老師的意思就是說 他不管怎麼樣他還是比一個月之前 然後動作要大很多 對 我們看動作大很多 並不是說這條線的移動 我們看動作大很多 應該是看他後面這條後面的兵力 因為我們知道他們他們採取是盡量不直接接觸 所以他的第二線通常離第一線的距離會比較遠 那現在我們看到他的第二線都往前推了 那你第二線往前推其實就代表說 他有想要往前 就是往前機動的 因為不然你不用靠的那麼前面 那現在很多包含砲兵連後勤單位都在前推 那烏克蘭也觀察到這個情況 那我們從俄羅斯或者是從西方的一些資料 我們大概也知道 這邊部隊不斷的在往前推 那可能後面會發生一些事情 但現在時間還沒到 因為他扮演的角色就是壓住庫比揚斯克 就是整個前進大軍的右翼 OK所以接下來看到這麼多箭頭的指向 就知道這邊是目前打的最激烈的地方 那紅色的線是我們預測的 就是他必須要像卡拉姆基諾夫卡 這個已經打好幾天了 那就是俄軍從 老師我先定一下 你說這邊的打好幾天就跟前面在 就是砲擊不一樣 不一樣他是有接觸戰的 他是真的打 他是真的在往前推 所以這個卡拉姆基諾夫卡 那這是斯瓦托沃的西南邊 那這邊我們講他是一個河谷 那原本俄羅斯的防禦是在這個公路的周邊 因為他要保護這條公路 那現在前沿部隊已經往前推到這個地方 那往前推他就是擠掉烏坎的防禦陣地 所以烏坎在這邊做了好幾次反攻 只是都沒有成功 所以這邊目前還在交火中 那他如果往前推到這個位置的話 那這個公路目前就暫時斷了 他現在這個公路就是 這個公路一直都在俄羅斯的空置底下 所以他們現在是往前推 那我們知道這個部分 這一個地方跟後面的這個是一個 他就有點像阻擋 因為如果從我們看庫比揚斯克那邊下來 如果庫比揚斯克那邊 烏均的哈爾科夫集團 決定要救利曼的話 那他最好的前進路線就是過 過庫比揚斯克沿著這條公路往南 那他就會到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看卡拉姆基諾夫卡這支俄軍 他的用意是盯緊這個地方 讓他只要控制這個地方 那利曼從北面來的支援就會斷掉 老師說是這一條 沿著河谷的公路 然後可以到利曼 對他可以到利曼 所以他如果往前推的話 把這條公路更斷掉的話 對 那他其實在他現在這個位置 已經可以火力控制這一條了 所以他這個地方的用意 其實就很簡單 他是把這邊切斷 那切斷的話 哈爾科夫的援軍如果沒有一路打下來 你是不可能用運輸跟補給去救利曼 所以從俄軍的部署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這邊的目標應該是利曼 對 因為他為了 為了要讓進攻利曼的這個過程 減少不應該產生的阻礙 所以從庫比揚斯克到卡拉姆基諸福卡 那反制的方式 烏克蘭反制的方式就是他 針對巴爾卡朱拉夫卡 這地方他開始集結兵力 現在還沒打 但是已經觀測到援軍他 這是很聰明的做法 他不是把援軍投入在這邊 所以他希望利用這個地方的拉扯 讓卡拉姆基諸福卡這邊的俄軍 日子沒有那麼好過 只是我們在今天節目錄製的幾個小時之前 我們知道集結了 但是還沒有起衝突 所以這邊我們沒有標示 那再來就已經 就托爾斯基 托爾斯基現在已經有一部分 在俄軍的控制底下 那托爾斯基是去年 10月的哈爾科夫這個方向的撤退 最後撤退 丟掉的最後一個大的據點 那現在俄羅斯已經拿回來一部分了 所以相隔八個月 他們又重新回到這座城市 對 他又回到托爾斯基 那托爾斯基他 他有一個很明顯的戰略價值 就是過了托爾斯基 接下來利曼的這一段是沒有防禦的 在這座城市 有一個很明顯的 那些座城市